为在淡水巴黎的13行文化遗址 多年前因为要建置污水处理厂 引发地方文化人士的抗争 最后终于被异地保存下来 并建立了13行博物馆 成为富含亲子教育意义的场所 考量到台中也有惠来、流骂头等文化遗址 因此唐氏议会教育文化委员会 也特别前往考察 希望可以将考古研究完善地保存下来 议员们专注的听着博物馆人员说明 淡水巴黎的13行博物馆 由于1990年时政府计划新建污水处理厂 而厂指就位在遗址的锁在地上 经过考古学者大力抢救后 最后终于被异地保存了下来 并建立博物馆 成为巴黎左岸生态博物馆的核心 而这样的成功经验 也吸引台中市府官员和议员们前往参访 整个博物馆的设计非常适合亲子跟有学取的意义 所以我今天来看有非常多的学校 在今天带来一个户外的教育 它是非常动态地跟着社会的脉动 在进步来吻合我们家长或是参观者 在参观中的享受来做这个设计 陶冠上的纹路反复又精致 显现当时人文艺术的发展 13行人生活在距离现在1800年前到500年前 是史前时代铁器文化的代表 而且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考量到中部也有不少的考古遗址出土之后 需要被妥善保存 因此台中市议会教育文化委员会 也建议地方可以作为借境 我们台中市也有7个这个遗址 是我们台湾最多的遗址 但是很可惜 目前我们台中市没有一个像13行博物馆 这样的很好的一个建设 我们属于我们台中自己的博物馆 能够让我们已经出土 已经挖掘了这些遗址能够来真正保留下来 这个保存不能永远关在我们的典藏室 那希望说像13行博物馆的方式 它有典藏研究教育推广的功能 那未来我们博物馆完成以后 也可以把这样一个成果做一个展现 小朋友看着电脑上的考古文物专心拼图 13行博物馆内设计了许多的互动式考古游戏 像是3D艺术拍照等等 让游客在互动游戏中学习 而教育文化委员会也表示 博物馆外观充满海洋异象 也是北台湾第一座水岸社区的博物馆 呼吁台中也能参考打造人文艺术之城 记者陈伯瀚张伟玲新北市采访报导